弟兄姐妹早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 诗篇第28篇 耶和华啊 我要求告你 我的磐石啊 不要向我剑末 倘若你向我闭口 我就如降屎的人一样 我护求你 向你自身所棘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不要把我和恶人 并做腻的一同除掉 他们以临时说和平话 心里却是坚恶的 愿你按照他们所做的 并他们所行的恶事 待他们 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 带他们 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 嫁给他们 他们既然 不留心 耶和华所行的 和他手所造的 你就必毁毁坏他们 你的力量 没有什么项文 什么启示 什么启示呢 第一我们看到 第一节到第五节 他说 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 第二节还说 我呼求你 向你自身所棘手的时候 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大卫是一个祷告的人 他的诗 大都是他的祷告 他祷告的时候 有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我们看第一节 他向神呼求 大卫当然是向神祷告 但他提醒我们 神是一个怎么样的 一位神呢 他说 这个祷告当中 师父要告诉我们 当我们 认清楚 我们的祷告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的心心 才不会失落 才不至于觉得 祷告是打空气的 所以他说 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神 我们的神就是我的磐石 他会特别提醒我们 神是磐石的 那什么是磐石 他主要形容的 我们的主 是一位坚固 又可靠 又不动摇的磐石 我们有时候 我们有时候失去信心的时候 因为忘记了 我们的神 是一位磐石的神 祂是坚固 牵固 可信赖的神 什么时候我们忘记的 我们的心心就会崩溃 像死人一样 但愿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要好像大卫一样提醒自己 我们是向我们的磐石来祷告 好叫我们的信心 不至于动摇 知道我们祷告 不是对空气说话 不是在打空气 那在第三到第五节 我们看到 大卫有表白的心情 大卫祷告些什么呢 他向神请书 什么呢 他求神不要放弃他 第三节很明显 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 不要把我和二人 并作孽一同除掉 大卫很害怕 他很怕被神抛弃 弟兄姐妹 一个真有灵性的人 他知道神是谁 他知道神是谁的人 他最怕的是被神丢去 因为一当神丢去的时候 就表示他已经没有用了 不喝用了 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没有用 那是多么可怜的 如果一个本来属于神的人 被神使用的人 如今发现神不再使用他了 被神放在一边 那更是可怜的 弟兄姐妹 什么人会被神放弃呢 那就是一些作恶的 被罪恶 沾染控制的人 或者我们一直被罪 活在罪里面 那我们看到说 如果我们就全能被罪所沾染 跟控制的时候 那我们的嘴唇 我们的心 我们的手 我们所做的事情 都被罪沾染 那这样的人 怎么样被神使用呢 因为这样的人 他的心思以恋根本已经没有什么 这样的人 神岂不把他们放置在一边吗 大卫深深的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他向神表白他的心计 他表白什么 他表白他说 他不会行恶的 所以他求神不要放弃他 他真的很怕被神抛弃 弟兄姐妹 今天早餐 你是否有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害怕你被神抛弃吗 如果像大卫这样的人 尚且怕被神抛弃 那我们岂不更要小心谨慎吗 我们岂不更加要 加倍的追求 深洁的生活吗 是的 我们真的要好好为神而活 然后到第六到第九节当中 我们看到呢 这里都是讲到神怎么样 英语大卫 首先我们看第六节 他说 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 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 大卫知道 神是听了他祷告的事 他听什么呢 他说 不是第一人被对付 神听祷告不等于他立刻对付那些罪人 也不是恶人即使受到报应 当然我们人常常希望 或说有一种想法 就是当我们为那些恶事祷告的时候 求神静止的时候 我们觉得如果能够即使见效 那么有多好啊 就是神听我们的祷告 不然就是好像在打空气 没有效用一样 可是在这里呢 我们未曾看见恶人有被除掉的迹象 弟兄姐妹 那么 神怎么样 怎么怎么说 神听祷告呢 我们看第七节 他说 耶和华是我的力量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 大卫祷告了 他发现 他有力量了 原来神听我们祷告了 有时是 以这种方式 表现出来的 他是我们有力 那 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当人心里有力量的时候 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样 就能够欢乐 就能够歌唱 有力量才觉得 安稳有保障 力量是我们 能在不安定的世界的里面 能够平安的生活 的秘诀和人员 如果我们没有力量 即使 没有恶人 能也活得的 不行的 所以 关键点 不在于 是否 报应 恶人 关键点 就在于 我们 是否在神里面 有没有力量 许多时候 我们改变不了环境 我们也 胜不够了 敌人的势力 但重要的是 我们心里要有力 有力就能够刚强 有力就不至于 被倒下来 神听祷告 在乎你我 会 常常经历 他吃力量 使我们在 摆办的艰难和 实验中 仍然能够忍受得住 最后我们看到 大卫说 第七节 是 耶和华是我的盾牌 又是我心里的 依靠的 助的帮助 又是他 受告者得救的 保障 我们看到 大卫要行的 他是依靠神的 这是 神听大卫 祷告的 另外一个表现 不但 大卫 得到神的力量 神也成为了 他的 依靠 大卫在 祷告中 称称 耶和华是他的磐石 是坚固 可靠的 现在他真的 发现到 神实在是 他的磐石 这是他 依靠的 可依靠的 的保障 弟兄姐妹 发现 祷告呢 使大卫的心 更加的踏实 是他觉得 神 如盾牌 一般的 保护着他 也如保障 般的 使他得到安稳 那 这不是 心理作用 也不是 自我安慰 其实是 我们内心 一种 心灵里的 一个把握 但是 大卫很 事迹的 经历 在 多少次 有多次 人生的 困境中 大卫呢 他依靠神 心里就得到 平稳 安静 也因此 没有 做对不起 良心的事 所以 我们的确 真的要 常常 祷告 好让神 再次提醒我们 祂的属性 当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时候 我们就会为神好好的活 如果我们知道神是爱我们的时候 祂是一个充满爱 充满慈爱的神的时候 我们心中就会被祂的爱所感染 我们常以为 蒙英语的祷告 就是神 立即的为我们除掉困难 或者化解危险 但是 从大卫 这 这篇的 诗歌中 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 弟兄姐妹 但愿我们 今后呢 能享受神 听祷告的福乐 好不好 这时候 跟我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很多时候 我们感觉 你好像 没听我们的祷告 那是因为我们 对你的认识 还很枯淺 我们不知道 你工作 你有你的时间 你有你的时间表 来应语 我们每一项的 祷告事项 因为你最清楚我们 你最认识我们 我们是你所所造的 因为你很清楚 有什么东西 是适合我们 现在会用的祷告 或是有些 你要再缓一缓 但是今天早晨 我们看到的 就是 每一次我们来到 你的面前的时候 你就在提醒我们 某一些事情 你在提醒我们 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 你就是我们的力量 你就是我们的盾牌 当我们被你提醒的时候 我们沉睡的心灵 软弱的心灵 就再一次的 得到振作起来 再一次的 得到兴奋起来 因为我们知道 好像再一次给我们 一个雀极一样 是的 神从来没有离开我们 神也不抛弃我们 很多时候 却是我们厌恋神 反而神 从来都没有连离过我们 因为 上帝啊 你的名称为 伊玛列尼 你已经告诉我们 你要永远 与我们同在 你也告诉我们 你是拙了 今儿直到永远 不改变的神 你哪会离去我们呢 所以我谢谢你 今天早晨 你透过这个诗篇 再次的 给我们享受 祷告的喜乐 在祷告当中 能够呢 更加与你清静 主啊 求你祝福我 这一整天的生活 让我深深的感受到 也深深的经历到 主啊 你的大能 在我生命里面 好将我每一天 都能够歌颂你 同时为你做 荣美的见证 我感谢你 主耶稣 我如此的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生的名祈求 阿们 基督兄姐妹 上帝祝福你 我们明天再见面